一個膽小怕失的廢材 成長到能夠獨當一面 始終以善良的本性待人 守護家族的黑手黨首領 以威脅搞笑的風格開篇 卻成了一部經典的熱血王道翻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曾經是堪比Jump本著的存在 卻在種種因素下 如今只活在我們的回憶之中 Hello大家好我是Sin 現在說起Jump上的熱血王道漫畫 很多人會想到的是火影忍者 航海王 甚至是茶渡主演的漂白水死神 然而其實在十幾年前 還有著一部作品 不出上述Jump本著的作品 曾經稱霸一方在動漫迷信中 留下許多的傳奇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在近期也傳出疑似要重製動畫的謠言 最近也開始在木棉花官方頻道 放映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今天的動畫博物館 要帶大家來回憶一下 這部前後風格差超大的一代名作 講了一個怎麼樣的故事 以及留下了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橋段 又是怎麼從一部家喻戶曉的熱門作品 人氣開始下滑到整個淡出觀眾的視線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信的影片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是日本漫畫家天野明老師在2004年時開始於少年Jump上連載的漫畫作品 相較於當時的其他本著作品都是由男性漫畫家所繪製的 成為女性的天野老師畫風獨具一格 筆下的角色多了一份美型、陰柔的特色 深受不少讀者的喜歡 那這樣子美型的畫風也成了不少BL愛好者的啟蒙作 在當時雷影還沒開始行動的年代 家庭可以說是有著最多同仁CP創作的作品 相信不少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觀眾 會對各式角色代號至今都還記憶猶新 什麼69271869之類的 有著高人氣的漫畫原作 於2006年時家庭被改編成動畫在電視播出 故事起初的連載風格是走著短篇的搞笑劇情 描述一事無成的廢彩男孩 本作主角哲天鋼籍阿剛 某天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名 有著嬰兒外觀的職業殺手李鮑恩 李鮑恩告訴阿剛他的真實聲勢 其實是義大利最強的黑手黨 彭哥烈家族的第10代首領接班人 直接上演一齣魯蛇平空繼承家產 搖身一變富家總裁的爽文 然而這畢竟不是YY小說 或者是BGM正道的光那種幹片 老鐵們,我說的對嗎? 不可能讓阿剛就這樣平步清雲 因此李鮑恩來見阿剛的目的 就是要把他訓練成一個 得以繼承首領之位的真男人 會對阿剛開槍射出 能讓他抱著必死的決心 進入死氣模式的死氣彈 而前期的家庭教師 其實就是圍繞著這個主軸 演出一篇篇的搞笑短篇 整體上就像是輕鬆的日常漫畫 有點像在看《哆啦A夢》一樣 只是變成整集可以數阿剛這次中了幾槍 而在經過一段這樣子的日常之後 家庭教師在Jump人氣排行持續在中後段徘徊 Jump最為人熟知的系統 就是以人氣排行決定作品是否可以續存的迴函字 人氣在這樣子低迷下去 家庭教師肯定是要被腰斬 於是家庭教師以原有的設定 直接無痛轉型成王道戰鬥漫畫 最終的第一個反派 也是未來彭哥烈家族的物資守護者 六道孩出場之後 作品進入了黑曜篇 讓角色塑造原地打轉整整八本單型本的阿剛 真的開始有實質的心靈跟戰力的成長 在黑曜篇結束之後 進入了我個人在整部作品中 認為完成度最高最精彩 最有呈現啟後之意的篇章 VS 瓦利亞篇 該篇章主要是講述 原是彭哥烈第九代首領養子的Zenzus 不滿將繼承權轉交出去給阿剛的做法 於是率領自己的暗殺部隊瓦利亞與阿剛等人展開戒指爭奪戰 意圖得到家族的繼承權 這個篇章中才開始填滿原本丟出的設定 例如彭哥烈家族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以及解釋了死氣之火的運用 並加入守護者與戒指的設定 讓整個作品的潮指數直線上升 當年不知道有多少小朋友的夢想 就是得到一枚自己喜歡的彭哥烈戒指 那在這個瓦利亞篇章之中 也誕生了許多精彩的片段 至今都還是讓人印象深刻 阿剛領悟死氣的用法之後 在超死氣模式狀態下 所使出的死氣零地點突破改 成功兵結Zenzus的螢幕簡直不要太帥 或者是三本成功領悟到 死與蒼燕流的撞牆奧義之後 在劇中頻頻撞在牆上的迷音 甚至是動畫改編作畫崩壞 醜到不可思議的五畫四 種種原因家教的人氣提升到 真正的可以被稱為國民作品 至少對我來說瓦利亞篇堪稱是整部作品的巔峰 我還記得當時慢慢揭露每個彭格列家族守護者身份的橋段 那總大家每個禮拜一起猜守護者是誰擔任的感覺 那有多爽 那By the way 20年後藍波直打這一場實在很可惜 總之在解決瓦利亞的事件之後 緊接而來的是全劇中最長的 吃書最嚴重的十年後未來篇 未來篇的故事開頭是在意外之下 阿剛等人來到十年後卻發現十年後的阿剛已經死去 整個世界也被新的敵人白藍所掌握住 以未來為舞台展開了一場新的冒險戰鬥 不得不稱讚的是作為一個新開的篇章 未來篇的開頭確實是成功的給了讀者強烈的絕望感 特別是看到剛成功變強 繼承彭克類家族守護者職位的眾人 在面臨十年之後戰力懸殊到難以一戰的程度 常常都會忍不住想替角色們捏一把冷汗 當時的角色還在玩炸彈 遇到未來篇前期的幻騎士那種角色要怎麼打才能夠打贏 那雖然說未來篇的開頭充滿刺激跟新鮮感 不過我個人是非常不喜歡未來篇的戰鬥系統的 像是炸兵器系統 好幾次的戰鬥都是放出動物 然後隨便瞎掰就打完 人甚至不用自己下場打架 我以為我在看寶可夢對戰 而每個人都會使用死氣之火的設定 明顯把阿剛 仁者 甚至後來的延真他們的獨特性削減 死氣之火從天選之人才能使用 變成爛大街的設計 比超級賽亞人還要更普及 但主角們使用初代守護者的裝備這點還是非常然的 只是當初到底為什麼要把雷茲守護者設定給藍波 這種嬰兒上戰場的設計 大大削減了藍波的發揮機會 也讓雷茲守護者這個職位心同虛策 那雖然未來篇的戰鬥系統我非常不滿意 但是豐滿的劇情以及人物們深切的刻畫及成長 讓該篇章的人氣得到爆炸性的成長 提到佳教的時候不少人第一時間會想到的 不是瓦麗亞篇 就是未來篇的劇情 特別是優妮跟嘎瑪的感情線 幾乎是整部佳教除了阿剛跟玉士的羈絆以外 刻畫最深的互動 兩個女主角的戲份加起來都不夠優妮多 那未來篇是整部佳教最輝煌的時期 各式周邊遊戲狂出猛出 這樣子一波波的商業公式 儼然已經是有Jump本著的氣勢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 當時如日中天的家庭教師 動畫卻突然在未來篇告一個段落 並沒有演出後續的劇情 讓不少粉絲被錯愕到 但也有不少原作黨的粉絲 反而是很支持斷在未來篇收尾 因為說實話未來篇雖然精彩 卻也已經帶出了後面的隱患 像是篇章、慣性、虎頭蛇尾、吃書、脫戲 那這方面在未來篇後期就已經層出不窮 打完六道花還有真六道花 四天王有五格的套路 當初已經讓不少人不滿 前面的努力跟對戰都變成笑話 那其次是角色的成長曲線 幾乎在未來篇的後期 每個人物的心態都成長到太過完美 該有的決心都已經有了 特別是要繼承首領的阿剛 明白生命的重量之後已經能夠完美的背負首領的責任 眾人的力量也都像打了雞血 每個人都完美的從初代守護者身上繼承了鬼神的戰力 打倒的對手也已經是稱霸全平行時空等級的白藍 在這樣子種種的條件之下 選擇收尾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舉個例子來說就是 活影的名人跟佐助打完就乖乖收尾的感覺 漫畫版後續的進度就是開始拖垮家教的大地屬性 西蒙家族篇 講述代表天空的彭格列家族 與代表大地的西蒙家族之間 古老的愛恨情仇深度剖析了身為家族之長的責任跟罪孽 揭開了彭格列家族不為人知的黑暗秘密 那憑良心說西蒙家族的篇章 以單獨的一個篇章來評價它 實際上是很不錯的喔 阿剛跟西蒙第十代首領延伸的愛恨交織 以及看似光鮮亮麗的彭格列家族 背後所隱藏的陰謀跟秘密 作為阿剛的成長過程中的挫折是必須的 因為阿剛在至今的戰鬥之中 總是說著我不想打架也不想加入黑手黨 但是總是用著彭格列的家族力量打到現在 這樣子的阿剛總有一種自助餐感 而考驗了阿剛價值觀的西蒙篇 劇情上我認為是完全有必要存在的 只是好死不死這個篇章接在我們前面提過 看起來根本像是收尾篇章的未來篇後面 讓觀眾瞬間覺得這個篇章開始 家教註定要弄弄那種俗套的 不斷失敗不斷強化的死循環劇情 特別是當觀眾們看到 已經幾乎無敵的彭格列家族 隨便被一個西蒙的雜兵打趴在地上當地毯的橋段 甚至是已經打敗堪稱未來之神白藍的阿剛 竟然被言真一隻手打爆整個家族 真的會因為這種戰力的膨脹 感覺到不滿或者訝異 畢竟這裡對未來篇來說 可是曾經被白藍統治的過去 結果現在一回來才介入其實一堆怪物 都能夠打爛繼承初代之力的彭格列家族 那當初這一群傢伙都在幹什麼吃 雖然也有解釋這些西蒙家族的戒指 當初都是被封印的 但這個設定在各種角度上都太過牽強 就是從這個篇章開始 家族的人氣瘋狂的直線下滑 一方面是沒了動畫的加成 另一方面是因為劇情開始讓人失望 這樣子的困境並未在下一個篇章中 得到有效的解決 反而是在接下來的代理人戰爭篇中 家族以往到現在所有的缺點都不斷的放大 前一篇超強的角色在這裡看起來都是一塊肉 單手秒殺整個彭格列的言真 都能夠被瓦利亞壓在地上打 而最後一戰更是完全突破我心中 對於戰鬥的下限 畢竟岩真還有一些機會在最終戰復仇 靠著重力的操作有輸出有輔助 岩森他真的還算是一個有表現的人 跳馬迪諾這種角色鋪陳了超久 出來戰機竟然是在地上爬 Genzus跟白蘭這兩個反派 在最終章淪為嘴很臭 但完全沒有作用的送頭東八 只花了不到三頁就全被秒殺 故事的最終戰打都沒有打 竟然是跑出一個吃拉麵的川平大叔 是世界上最強的設定 超突兀的跟大家說放棄吧你們打不過我的啦 真的啦你們真的不行啦 你看一下我戰力指數 然後阿剛他們也一副 齁齁齁真的欸打不贏欸 好啦算了的態度 那最終可能在多方考量之下 一堆伏筆都沒有收 看起來跟氣勢差不多 整部作品像是被腰斬一樣 打完代理人戰爭之後 迅速的回到前期的搞笑風格 僅用兩話就將作品收尾 留給不少粉絲相當大的問號 家庭教師從未來篇結束之後 整部作品的各項表現 都像在溜滑梯一樣迅速下滑 迅速的消失在大家的視野之中 我自己的看法是 跟前面提到的一樣 未來篇把角色跟劇情 都塑造得太過於完整了 導致於接下來的篇章 如果不出現這種戰力暴漲的情況 根本就很難演下去 像是七龍珠火影等等 偶爾也會有戰力暴漲的情況 但是家教的戰力暴漲 就真的是為了那一戰而出現的 戰鬥系統跟戰鬥力 隨時都很容易被顛覆 後續的篇章為了要讓劇情有張力 只能不斷的推翻以前的劇情跟鋪陳 如果家庭教師能夠將劇情順序換一下 讓大地篇先執行 然後再把未來篇設定在最後的結尾 那我相信整部家教的評價 肯定會有不一樣的樣貌 然而不管多說什麼 都難以改變已成定局的劇情了 真的還是會希望動畫重製的消息是真的啦 畢竟在我的心中 這都還是一部有著象徵性的作品 有機會看到阿剛等人重新活躍 那當然還是相當期待的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家庭教師的一點點心得啦 觀眾朋友們是否看過家教 或者是對這部遺憾之作有什麼想法嗎? 你小時候也有去漫展買一套彭哥烈戒指嗎?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比較容易跳出通知那種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的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